今天芬姐用雞中液加鹹蛋 做一個金沙雞翼 大家在家試做 我們先調味 這裏是三隻鹹蛋 首先加一點蠔油 少許的蠔油 少許的頭抽 焦酒 調味 胡椒粉 少許的鹽 不用太多 放些生粉 剪一條一斤 攪好味道 加少許的生油 醃10分鐘 醃10分鐘 準備鹹蛋 這是熟的鹹蛋 只要黃 只要黃 不要白 把蛋黃 先捏碎 醃10分鐘 用生粉 每隻雞翼都做 先煎 再加多一點油 又像煎又像炸 這樣才可以 煎油 煎又像炸 不用太多油 煎好了 先煎好了 我們夾上來熟火 現在開始煎金沙了 先加少許黃油 放些鹹蛋黃 放些鹹蛋黃 放下去煮 嘩 現在這樣很香 加少許黃油 煮鹹蛋黃 這個時候 先加少許黃油 煮鹹蛋黃 很香 讓每一塊熟 煮鹹蛋黃 味道 真的很香 很香 寫上來 真的很甘 很甘 很甘 如果放假 小朋友一起 一定要做這個 嘩 很香 如果在這裡 你真的喝不住 要吃 做好了 現在要等它冷了 馬上吃一條 已經流口水了 哈哈 自己在家裡 記得這樣做 嘩 全部的鹹蛋黃 輕油油 嘩 很甘 記得試一下 小心 快 稍 雅 萬 谢谢大家